在這個 lecture 當中 我們要來介紹 Pointer 第一點說 了解 Pointer 的第一步 就是試著在 Machine Level 來把它做視覺化 來看看 Pointer 它到底是怎麼樣子 去指到一個實際的變數 第二點說 在我們現在的電腦當中 主機一體 Man Memory 它的基本單位是一個一個的 Byte 那每一個 Byte 包含了八個 Bit 下面這樣子就是一個 Byte 的簡單圖示 它總共分成八個 Bit 那每個 Bit 只能是 1 或 0 接著它說 每一個 Byte 都有一個 Unique 的 Address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主記憶體當中 透過指定一個位置 來把一個 Byte 的內容把它取出來 或者把資料寫進這個 Byte 好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單位 假設記憶體裡面有 N 個 Byte 的資料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它的這個位置 是從 0 到 N 減 1 也就是像圖示的這樣子 位置是在左邊的這個地方 從 0 到 N 減 1 那它的內容就是一個一個 Byte 的內容 接著我們來看到變數的部分 它說每一個變數 它會 Occupies 1 or more Bytes of Memory 也就是說一個變數它有可能會 佔有多個 Byte 的空間 那當然它不可能小於一個 Byte 它至少要是一個 Byte 以上 以下面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 I 它就包含了這兩個 Byte 那位置分別是 2000 跟 2001 那第二點告訴我們說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Byte is said to be the address of the variable 也就是說 I 這個變數的位置 其實就是它佔了這些 Byte 的記憶體 位置裡面的第一個 Byte 所以我們會說變數 I 它的位置是 2000 隨著剛剛所說的這個位置 2000 我們可以再把它存在另外一個記憶體空間裡面 那這樣子的記憶體空間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Pointer 的 variable 那到底要怎麼去理解一個 Pointer 這個 I 實際上包含了兩個 Byte 但是它的位置本身是只要記 2000 就好 再來我們可以定義另外一個變數 P 裡面就是記 2000 在某種意義上這個 P 的變數 它就是指向 I 這個變數 因為它裡面所記錄的就是 I 的位置 所以可以藉由 P 這個變數 來去存取到 I 的這個記憶體空間 這裡的這個變數 P 就是一個所謂的 Pointer 的 Variable 那我們再詳細看一下第二點的文字 如果我們把 address of a variable I 把它存到 Pointer Variable P的話 我們可以說 P 指向 I P points to I 就是向下面圖示的這樣子 那實際上 P 跟 I 都是變數 那也都會佔有記憶體的空間 只是 I 裡面存的可能是一個整數 P 裡面存的是一個 address 是一個位置 接著我們來看怎麼去宣告一個 Pointer 的 Variable 好 第一點說 當我們在宣告一個 Pointer 的 Variable 的時候 它的名字前面必須要加一個 asterisk 加一個信號 也就是說像這樣子 IMP 信號 P 當 compiler 看到這樣子的寫法的時候 他就知道 P 是一個整數的 Pointer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 IMP 跟信號合在一起看 這樣的 Type 就是一個整數的 Pointer IMP 是一個整數 IMP 信號就是一個整數的 Pointer P 是一個 Pointer Variable 那他可以做什麼呢 他可以指向一個 Object of Type IMP 信號 因為剛說他的 Type 是 IMP 信號 所以他就可以用來指向一個 Type IMP 的 Object 那這邊第三點他要再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這裡他用 Object 這個字 事實上你可以直接把它換成是 Variable Pointer Variable 他其實有一個彈性就是 你可以讓 Point P 指向任何一個記憶體空間 那個空間可能不是宣告為一個整數的地方 但是因為 P 是一個指向整數的 Pointer 所以你可以把你指過去的那個地方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整數來做處理 所以今天對於同樣一個記憶體位置而言 其實你可以宣告很多種不同 Type的 Pointer 來對同一個區域來做存取 用不同 Type的 Pointer 就可以對同樣一個區域去做不同的運算 因為不同 Type的 Pointer 他會把同樣一個區域 用不同 Type的 邏輯來處理 當你是整數的 Pointer 的時候 你會把那個區域當作整數來處理 當你是一個 Double 的 Pointer 的時候 你會把那個區域用 Double 的方式來處理 不過現階段我們可以不用去計較到這麼細 我們只要把這個地方換作是 Variable 一個整數的 Pointer Variable 是用來指向一個 整數的 Variable 就好了 這邊第一點說 Pointer Variable 它是可以跟其他的 Variable 一起出現在同一行的宣告裡面的 那以這裡來看 Inti 是一個一般的整數 J 也是一個一般的整數 A 10 這個 A 是一個整數的 Array B 也是一個整數的 Array 再來 P 它是一個整數的 Pointer 因為這裡有個信號 Q 也是一個整數的 Pointer 這邊要稍微留意的就是 它的信號是要跟著它的名稱的 像我們剛說我們可以把Inti 信號 當作一個 Type 的名稱 那實際上這邊還是 只是說這個信號在語法上 它是要跟著這個 Pointer Variable 在一起的 第二點說在 C C++ 的規定裡面 每一個 Pointer 的 Variable 它只能夠 指向一個特定的 Type 也就是說像下面這個例子 Int 信號 P 這個 P 只能夠指向整數 那 Double 信號 Q Q 就只可以指向 Double 的變數 CHAR 信號 R R 就只能夠指向一個 Character 的變數 第三點說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on what the reference type may be 意思是說你可以宣告一個整數的 Pointer 你也可以宣告 Double 的 Pointer 你也可以宣告 Character 的 Pointer 你也可以宣告其他你自己定義的 Type 的 Pointer 只要你把 Type 的名稱寫在前面 加個信號就可以用來宣告出一個 指向你自己定義的 Type 的 Pointer 接著我們看 The address and the interaction operators 第一點說 C C++ 提供了 A pair of operators 它是特別設計來給 Pointer 使用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 Pair 呢 第一小點說 To find the address of a variable 我們使用的是 AND Epson 的這個符號 我們一般會說它是一個 address operator 顧名思義它是要去 find the address of a variable 你在一個 variable 名稱的前面加上這個 AND 的符號 它就會回傳那個 variable 它所在的記憶體的位置 第二個 operator 是這個信號 這個 operator 它又叫做 indirection operator 它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它是用來 access to the object that a pointer points to 意思是說對於一個已經存在的 Pointer 並且已經存放了一個特定的位置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信號這個 operator 來對它做一個間接的存取 什麼叫間接的存取 其實就是前面圖示的這個樣子 你今天對 Pointer P 前面加個信號的這個 operator 它就會把 P 的 value 當作一個 address 然後呢間接的跳到另外一個區域 去對那個區域做存取 這就是所謂的 indirection的 operator 所以其實這兩個 operator 很簡單 第一個 operator 是要給一般變數用的 那一般變數前面加個 AND 之後 就可以把它的位置取出來 然後就可以存在一個 Pointer 裡面 可是你要怎麼去透過這個 Pointer 去存取到剛剛那個變數呢 就是要透過信號這個 operator 接著我們來看怎麼去指定一個 Pointer Variable 首先我們先看第一點 它說宣告一個 Pointer Variable 它會把空間預留給這個 Pointer 可是它並不會去讓這個 Pointer 指向任何一個物件 比方說像下面這個例子 int信號P 這時候P的這個記憶體空間 已經被保留起來了 可是它不會指向任何的變數 所以它這邊寫Points nowhere in particular 也就是說這一行只會造成 一個結果就是在剛圖示裡面的 這段這個P這個空間被保留出來 可是它不會有一個箭頭指向任何一個其他的空間 它就單純只是把P的這個空間保留出來 接著第二點就是說 It's crucial to initialize P before we use it 也就是說在一個 Pointer P的空間被保留完之後 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去把它初始化 讓它去指向一個正常的記憶體空間 你才能夠做後續的這些處理 一個最直接指定這個Pointer variable的方式 就是透過AND這個符號 我們來看 inti 信號P 好,I是一個一般的整數 那P是一個整數的Pointer 最直接初始化P的方式就是 P等於ANDI 因為I是一個一般的整數 AND就會把I這個整數的位置 回傳出來 並且assign給P 所以這個時候P的這個記憶體空間裡面 就會去存放I的位置 那就會形成像下面這樣子的關係圖 當然這個時候I這邊打個問號 是因為我們對I沒有做任何的初始化 我們只初始化了P 所以P你這裡面是有直的 那這個直就是I的位置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剛剛這個初始化的動作 把它放在宣告的時候 就像下面這樣子 inti 信號P等於ANDI 這個時候同樣 P這個Pointer它會被初始化為I的位置 你甚至可以把它跟前面一行合在一起寫 也就是說變成這樣 inti 逗點 信號P等於ANDI 這樣子一樣可以宣告出一個P 這個Pointer 那並且把它指向I這個變數 接著我們要來看這個indirection的operator 第一點說一旦一個Pointer variable 指向了一個物件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信號這個operator 來存取它指過去的那個object的內容 如果P指向I 我們可以用很簡單的敘述來把I的內容把它印出來 也就是說Cout 小於小於 信號P 這裡因為P是一個指向I的pointer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一個信號的operator 來間接的去存取到P指過去的那個變數I 所以這樣子的寫法事實上會等於Cout 小於小於I 接著第三點看到一個比較複雜的寫法 他說把AND放到一個變數的前面會產生一個Pointer 接著再把信號放到Pointer前面 就又會回到原來的那一個Variable 我們看下面這個式子 J等於信號ANDI 這個時候會先做的是ANDI ANDI會回傳I的位置 那I的位置本身就是一個Pointer Pointer前面加一個信號 它又會做所謂的indirection的operation 也就是說它又會回到I本身 所以實際上這一行它會完全等於J等於I 當然這種寫法有一點不太必要 會這樣子寫大概只是為了要炫耀說 你很懂Pointer的運作而已 一般是不建議用這種不太容易讀懂的寫法 這邊第一點說只要P指向I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信號P是一個Alius for I 也就是說你在運算室裡面只要寫信號P 實際上它會完全等同於I 所以它這邊說信號P是I的一個別名 一個Alius 這邊第一小點就說這件事情 信號P has the same value as I 第二點說 Changing the value of信號P changes the value of I 既然信號P是I的別名 你如果去修改信號P的話 你同時就會把I的內容也修改到 第二點說下一頁的投影片可以展示 信號P跟I實際上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P是一個Pointer P等於End I 從這個時刻開始P就是指向I的一個Pointer 所以圖示上可以變成這樣子 這個時候I還沒有被出實話 所以先打個問號 接著我來出實話I I等於E 這一行的敘述會讓I的這個記憶體空間寫E 接著我如果去Cout I 我會印出E來 的確這個空間是E 接著Cout 小於小於信號P 這個時候也會印E 因為信號P的意思就是他要把P的值當作一個位置 然後跳過去去存取這一塊 所以最後會等於Cout小於小於這一塊 那當然就是再把E印出來 接著我們看信號P等於2 這個時候他會把2Aside到P這個Pointer 直過去的那個記憶體空間 意思是P直過去的這個記憶體空間會填2 所以這一行執行完之後這個地方就變2了 接下來你如果又把I跟信號P印出來 你都會得到2的結果 因為這個記憶體空間已經變成2了 這邊第一點說 嘗試去把一個 Uninitialized的Pointer variable 去做Indirection的Operation 也就是說 把一個還沒有出實話的Pointer 你就嘗試在他前面加個信號 這樣子會導致Undefined Behavior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出實話的Pointer的意思就是 這個Pointer他並沒有指向任何的記憶體空間 也就是說這個箭頭是不存在的 那對於一個這樣子沒有出實話的P 你如果想要在他前面加個信號 變成像下面這個信號P 你要做這個操作的話 因為他沒有指向一個正常的變數 所以你如果嘗試去信號P的話 他會去存取到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 有可能存取到一個飛把的地方 那你程式可能就會直接死掉 那當然也有可能去存取到一個合法的地方 可是因為你沒有指定過P要指向他 只是因為剛好你在宣告P這個記憶體空間的時候 裡面的值就是那樣子 那你藉由這個信號P的存取 真的跳到那個地方去 把那個地方的值印出來了 你會印出一個很奇怪的值 總之對於一個沒有出實話的Pointer 你去嘗試做Indirection的Operation的話呢 會導致Undified behavior 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像下面的例子是先宣告出一個Pointer 可是我並沒有對他做出實話 接著我馬上就去印信號P 當然你要注意這邊這個信號跟上面這個信號是不一樣的意思 上面這個信號要跟INT一起看 INT信號這是一個type叫做整數的Pointer 那下面這個信號是對P這個Pointer做Operation 做所謂的Indirection的Operation 那因為P這個Pointer並沒有被初實話過 所以你嘗試去對他做信號P的話 他不知道會指到什麼地方 所以這樣子的操作是會有問題的 如果你只是把它印出來可能還好 但是如果你是像下面這個例子的話就會更危險 同樣是宣告出P這個Pointer 但是我沒有初實話 在沒有初實話的情況下我就去執行下面這一行 信號P等於1 這個時候因為信號P他會做一個indirection的運算 也就是說他會去把P裡面的值 不管裡面的值是什麼 他都把它當做一個記憶體的位置 那跳到那一個他指過去的記憶體空間 然後去把1填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他說他是特別危險 意思是說你會把1填在這個位置 那因為你P沒有做過初實話 所以他指過去的空間 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空間 那這時候你還硬去填1 可能就會導致很可怕的後果 相較之下 上面這個例子 你只是把他指過去的那個空間印出來 下面這個例子是你要把他指過去的 那個空間裡面的池改掉 這個會改掉的動作是比較危險的 不管怎麼樣呢 在使用Pointer的時候都要特別小心 一定要確定 Pointer已經指到一個正確的記憶體空間了 才可以去對他做信號P的運算